嗨 大家好 大家 来到巴黎了 就一定要来塞纳河畔走一走对不对 到了巴黎火车站 现在去坐车站了没 我来这边坐公交车 因为我查了一下 如果我要坐地铁的话 要转一下坐公交车可以直接到 所以说我就直接来这边坐公交车 等一下我要好好歇一下 我感觉我走的太多了 我的这个脚 我感觉都快磨出泡了 真的左脚的脚底和右脚的脚趾头 这边就是那个塞纳河 这次我到巴黎住的酒店呢 它就是这种非常老式的建筑 然后呢它的房间小小的 但是呢很整洁很干净 它的位置非常的好 就在三区 就比如卢浮宫啊 巴黎圣母院啊 你走个大概十分钟左右就能走到 另外也很安静 它下边呢就有很多的餐厅 晚上有酒吧 我看晚上的时候呢 这边路口的地方还是很热闹的 整个这个酒店就有那种很古朴的这种感觉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厅 这感觉非常非常棒 这边是一个老的二楼 就是它在这个旁边我在网上看了个照片 就是那种老老旧旧的 非常的朴素的感觉 典型的那种欧洲的老房子吧 你看这个门也是这种古朴的这种红色的门 然后对面有一家餐厅 看起来是不是很漂亮 小伙伴们 记不记得我在迪拜机场点咖啡的时候 我给他要冰的咖啡 然后他说他没有冰块 他也没有温水的那个店 我在巴黎一逛着逛着 我就遇到了这个店 给你们看一下 进来喝一个吧 我看人还是蛮多的 哇哦 那边有面包 它们是连续煮的 你看 它们是连续煮的 它们是连续煮的 你看 它们是连续煮的 它们是连续煮的 这个叫Espresso Long 它们不是叫American 它们叫Espresso Long 差不多就是Longo 或者是Long Black的感觉 喝喝看了 当一个早餐吃 我怎么感觉没有在机场喝的那杯好喝呢 它这杯有点木头味道 但是我在机场喝的那杯 非常好喝 嗯 我记得我当时描述就是 虽然说的很烫 但是呢 它很厚实 有一点酸质在 但这个它喝起来就是木头 嗯 可能就是咖啡都完全不一样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才见识到了法国人的浪漫 这是咖啡咖啡 这是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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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在那里吗 没有 你从中国去没有在那里吗 没有 没有 我们开始走 二十年以前 我的天 是要旅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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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去韩国 要旅行吗 在唯一 美国 是北京 我在北京 是北京 可能是北京 是的 but 20 years ago you know it's totally different 我要记录一下这个时刻 然后他说他之前去过 yes 20年前去过北京 然后他给我看他在20年前 在北京买的自行车 you still ride it yes they are in my house sometimes sometimes 29日在冬天 在我的家 you know is it is the olapine game yes it's a mascot i don't know we call bing dundun bin dwindwind la mascot de bin dwindwindwind bin dwindwind yeah we call bing dwindwind yes like bing dwindwind you know Nespresso Nespresso the brand Nespresso for coffee with George Clooney like me what else 哈哈哈 这条街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 你好 你好 你们卖 我想问他们他们是卖什么的 你们能看出来刚才打招呼的人他是哪里的吗 他竟然一下子能说出来你好 看来这边还是有一些中国游客的对不对 这个店也很好看啊 这个店也很好看啊 是不是很漂亮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路的路口啊 你看这个这是一条路 一二三四 然后这边五 这是一个五叉路口 我发现在这个区域有蛮多这样的路的 然后这个楼看起来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楼 上海的那个武康大楼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形状吧 它是路的两边 这边是一边 这边是一边 到了这一家店 这个店呢也是那个粉丝朋友推荐的 叫La Café de Queen La Café Q de Paris 是这么读的吗 我就坐在外边吧 呀伯 哦 是这种手工的感觉 这是一台东北基 这是La Café d'eau 这边好漂亮啊 这边好漂亮啊 这是一个吧台 我点了一个冷脆的 然后又点了一个它这边的手工蛋糕 感觉坐外边了 Code Brew是5欧 Code Brownie是4.5欧 就是一共是9.5欧 真不错 它的冷脆咖啡喝起来好不一样 浅浅的这种酸甜感 有点那种像是酸酸的威士忌的味道 咖啡豆的麻袋 它给它亮起来 我总感觉他们这边喝咖啡的人的年龄都偏老 你可以看在咖啡馆里边的 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人 年轻人很少 我就在想年轻人是都跑哪 都跑哪去了 难道都去酒吧里边了吗 就是欧洲的喝咖啡的群体 年龄层都偏老 亚洲的呢 其实更偏向于年轻化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很有趣的这个对比的现象 我现在身后的就是号称法国最老的一个咖啡店 然后它叫普罗可布咖啡馆 但是我看了一下评价 又在门口看了一几眼 我就觉得没必要进去了 因为也不是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谈事情的 你如果要用国内的咖啡店来比的话 我觉得跟上岛两岸咖啡店这种性质 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在门口的人也是西装离挺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应该是那种谈生意的感觉 我们去的话还是去稍微年轻一点的 氛围轻松一点的这些咖啡店吧 来到巴黎了 就一定要来这个塞纳河畔走一走 对不对 就好比你到了上海 苏州河或者黄埔江要游一游 是这个意思的吧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个人还是更享受自己在小巷子里边 能够静下来 在小巷子里边走走逛逛 我觉得很舒服很惬意 然后思考思考人生 对吧 其实我觉得出门旅行的话 就景点当然也是要看一看了 但是呢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 把时间花在更本地化的这些地方 我觉得会更值一些 这边有导游在两点 这是以前的一个巴士 应该是吧 这边其实路过的人还是挺多的 这边的图片呢就是在写他们是怎么样来做修复这个白色的东西 巴黎圣母院的 哇 你看上边好多这些架子 密密麻麻的这个架子 巴黎圣母院虽然说是 嗨 嗨 虽然说还在重建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这边 就在门口看 还有导游在讲解 来探这个店 然后这个店它休息了 我应该提前看一下Google它是不是营业的 这个店我看的样子感觉它是很小的小小的一个 嗯那这次没有机会了 那边有人在跳Michael Jackson 好怀念 我在想他为什么不跳Smooth Criminal 或者是Dangerous 来都来了 所以说呢一定要来这边的地标 打个卡拍拍照 最主要是我要给我的这些 呃周边的产品 你看这个行李箱包啊 我们的杯子啊 咖啡啊 杯垫啊 那些 要拍一些场景的照片 如果要是不是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我自己可能也不会来 最主要是想着 既然我们的这个品牌是 现在理念是这个喝咖啡看世界 drink coffee see the world 那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品牌的理念 跟每一个城市的地标做一个结合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品牌 想要传达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什么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